韩西 你那天跟我说 你只要把头发剃了 我们俩就在一起 我不知道头发对 对于你来说 是个什么概念 他陪了我 几年 但是我愿意为了你剃了他 今天 来了这个舞台上 你是不是 就要像那天你说的那样 要跟我在一起了呢 韩西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 小月 这两年你为我做这么多 每次 都是这样包容我 体贴我 我真是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们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都记在心里 我心里都很感动 我都明白 说实话 和你在一起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开心的 其实 我冲你发脾气白脸子 你第二天还是 该对我多么好 对我多好 一直在付出 不求回报 所以我今天来也是 不想辜负你 我也想告诉你 我这两年心中的答复 给你一个正式的交代 我 我强迫过自己喜欢你 像恋人之间 但是我一直感觉就像 对你的感觉就像 对妹妹一样喜欢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咱俩真不能在一起 不可能啊 韩西不可能啊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为什么在我肚子疼的时候 你要帮我带热水啊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你为什么在我发伤的时候 你还陪着我 你还帮我送到医院 还守了我一夜 你都忘了吗 这些都是朋友之间 可以做的 那你生日送我的这个 这个算什么 因为你当时送我的东西 特贵重 然后我觉得女孩 他不是贵重 那是心意啊 对不起 小月 我不用你说对不起 我真的一直把你当作 我好哥们 一直像那样对待你 我不想当你的哥们 我不想当你的朋友 咱俩只能做朋友 我为什么只能做你的朋友 你人很好 你对什么事都好 对身边人身边事都很好 但是感情不是墙逼出来就能有的 我就是过不了自己那关 否则我早答应你了 小月 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你做的都好 我喜欢了你两年啊 我知道你两年 你而不喜欢我 为什么不一开始告诉我啊 不想失踪 你而不喜欢我 为什么告诉我 听了头 就都跟我在一起啊 你而不喜欢我的话 你为什么 要让我站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跟你表白 你再告诉我啊 我希望哪里不能做你的女朋友 你告诉我啊 你告诉我啊 我感人不行啊